欢迎来到阿皮聊音乐,我是阿皮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个佩悦老师 对吧 佩悦老师 对对,佩悦老师 欢迎那个佩佩老师 你好 我是佩悦佩佩 然后今天邀请到了佩佩老师来跟我们聊音乐 我们平常都是聊那个流行音乐 但是今天要来跟我们聊的是那个戏剧的配乐 好奇那佩悦老师以前是学广电的对不对 对对 传播系的怎么会 后来怎么会接触到那个电影配乐广告配乐的那些 可以叫我佩佩就好了 不用加老师 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广电系 广电系其实有很多范畴 就是广播电视到电影这样 但我大学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拍片 我没有念过音乐版在这之前 但是我小时候拉小提琴 然后我也有参与过一些幕后配唱的工作 就我从七岁开始就录水果冰淇淋的歌 公共公式了 对然后我一路录到国中的时候 就中间有参与过蛮多张可能艺人的专辑的小朋友的配唱 所以你是童星耶 单单单就是幕后的我没有露脸 对然后开始拍片之后 同时那时候就买了人生的第一台苹果电脑 然后就下载了那个买了Logic Pro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玩音乐 然后因为拍片就是你知道大家就拍短片 然后其实每个人每一组拍完都会有音乐的需求 不管是自己拍的或同学拍的或学长姐拍的 每个短片都有音乐的需求 以前都没有 就是不会有预算去找外面的人 大家就是互相说 诶那谁会做音乐 那就来玩玩看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做配乐 所以正大是只有一个组是不是 因为我听有的学校是有分 我们没有分组 三组的两组 对对我们没有分组 然后她是 所以你们就是专门在拍片 我们就是广电系 但我们很杂啦 但我们那时候还蛮多人会想要走拍片 当然有些人会想走广播或电视 然后隔壁也有广告系跟新闻系的同学这样 所以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帮同学啊 或者是学长姐之类的做配乐嘛 就他们也有毕业制作之类的 就帮我们做 哇那很厉害 对然后后来 我大概大二大三 我大二接到第一支广告 是那个Mr. Donald的广告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诶这好像可以微生 就是好像是一个可能性 就是我好像有可能可以以这件事情 作为未来的极压发展 然后但我同时还是有在现场拍 就还是有一点 小时候还是有一点导演梦 对然后但后来就经过了一阵子的尝试吧 就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么适合跟擅长现场拍摄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电影 然后同时很喜欢电影跟音乐 就是影像跟音乐合起来 其实就是做配乐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我大概大三就决定 我之后想要以配乐当作我的 为我的枝压发展这样子 诶我想要先问一下你这样子 因为我看你不是有一个网站吗 就打算你的作品吗 然后第一个广告的那个配乐嘛 然后离现在已经有十年了耶 对对对很久 你这今夜这十年 有没有哪一个配乐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应该是 金曲奖三十年 就是第一次换成Lulu主持 那一年的广告的配乐是我做的 也是很临时接到的一个案子 但那个案子算是 我觉得在我 就算是一个蛮大的突破吧 就是也是在很短的时间 但要做到蛮好的东西 然后又是会有很多人会看到的这样 对对对 就过了几年之后 我自己觉得好像 因为我都没有念过音乐系 就是在阔网的时间里 然后一方面觉得自己在音乐上 有点不足 然后就想说好像是一个 时机点可以存钱跟考研究所 这样考配乐所 刚刚有提到说 开始比较专业的来学配乐嘛 我在想配乐是不是跟流行歌差很多 比如说流行歌因为有歌词的那个帮助啊 那我比如说像金曲讲它是个典礼 那只能靠音乐的部分要有一种庄重的感觉嘛 或者是流行 我就经常可能比较偏活泼 比较流行一点 可能相对于金马奖 所以那个音乐本身就要做出这样子的感觉 是不是很困难 就是有没有在配乐所 有没有学习到一些这方面 是因为它跟做流行歌的逻辑应该是很不一样的 蛮不一样的 而且因为其实配乐的意思就是 你的音乐是要搭配别的东西 不管是搭配 今天这个是应急嘛 那可能是电影 那也有可能是游戏 我们也有做游戏 有可能是广告 就代表你要先去理解另外一边的内容 之后你才有办法做你的音乐 就像流行歌可能是歌词跟编曲一起 但我们的那个歌词就是换成是影像上的内容 所以感觉是要先服务画面 就包括我们等一下要聊的 《盐水大饭店》这个曲 它如果跟比较监狱部分的音乐 就会比较恐怖啊 或者是有一些谈恋爱的画面的时候 它音乐就必须要有带入那样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需要先去解读 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才能去想我音乐要怎么样去表达 我觉得流行歌比较 如果如果你今天是那个 自己词曲创作的那种创作歌手 那比较像是零到一的过程 我会怎样讲 然后配乐比较像是本来已经有个一 那我要想办法让一加一大约二 一加一大约二 比较好理解 我看那个资料就说你这一次 《盐水大饭店》是第一次接到一个比较长的曲的 对对对对 这是我第一次接到超过三十分钟的影片这样 对对 他怎么找到你的这样 郑文堂导演 郑文堂导演 因为我文堂导演其实是我大学的时候的导演课的老师 然后但我当年其实并没有修那堂编导课 比较是就我那一年刚好去拍纪录片 然后我就去写信去旁听老师的课这样 然后后来毕业之后就一直有保持联络 然后老师有一些广告或是比较小的案子 也都有陆续的合作 但其实也过了蛮久 因为你看我也毕业蛮长一段时间 然后一直到我出国念配乐所回来 然后老师刚好就导演刚好拍完这出剧 然后他就来问我说 我有没有兴趣做这部的配乐 一般的戏是拍完了才去找配乐 他在找我的时候是剧本写好 但还没有开拍 就有些片子是到最后才去找配乐来 但是现在比较多的做法是让配乐早一点可以进来 因为在剧本阶段就有一些音乐上的考量 可以放进去 就有些执行面上的困难 就比如说像这一出剧里面有些跳舞的桥段 那他们需要排舞 排舞就需要先有音乐 我需要先洗 我了解你说 比如说那个我是记得阿德跟他的女朋友跳舞的时候 就放到里面的歌嘛 对对对 那这个一开始收到这个戏啊 淹水大饭店嘛 跟观众说一下 这个剧呢是公式的大片 那它是跟那个美丽岛事件有关系的一部曲嘛 所以听起来可能稍微比较沉重一点这样 你们当初收到这一个剧本的时候 你以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来想说我要做什么样子的音乐 因为你可能可以用一个比较沉重的方式去做音乐 对对对 或是有不一样的方式去做音乐 我自己觉得你好像是不是一个很那种大山大海的 比较多focus在小人物的方面嘛 对对因为其实虽然他讲的是美丽岛事件 但导演这次其实是选 这个主角他其实是一个农民出身的 所以他其实是用小人物的角度去看这个大事情 他并不是写很上面的人在看整个大局的事情 所以我比较想要把音乐 就是整个戏的重点 其实是在那些小人物面对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怎么样去面对 和他们之间其实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或是打闹 有时候很沉重 但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小玩笑 让彼此可以疗愈或是度过那个难关 所以我觉得我音乐的角度就会比较切在 以去接触这么沉重的事件 就不小心要写到那么沉重 让观众就是觉得 我本来就已经知道这事情是很沉重的 然后我现在看这个戏就更沉重 看这个片子很痛苦这样 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有 疗愈跟抚慰人心的这一块 然后导演也在剧中放了很多 比较浪漫的桥段 就不管是爱情的浪漫 或是对参与民主运动的浪漫的部分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戏可能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然后我想要问的是 接下来想要问的是 因为我看这个原声带有二十几首歌 对对对 然后我看还有一个历史 他们把他们做了分门别类 然后五种颜色 还有起身转合 我很少看到这样写得那么细 对对对对 跟我们介绍 大家如果要去看了这个戏 有兴趣听这个原声带的话 要怎么样去 它这个曲续的安排 或是听点这样我们要怎么去开始去聆听这个音乐 因为其实总就这个戏总共有八集 对 然后我写了一百五十几个 一百五十几首 一百五十几个Q 然后那时候选了这二十一首出来 那那时候选取的考量 除了就是有一些音乐是搭配影像蛮好的 但单听可能有点无聊的 我就把它拿掉 对然后另一方面是我有大致上照着剧情的走向来选 所以其实从 就其实是有按照事情 就是一开始他们是比较快乐的在生活 然后有一些爱情的发展 然后到中间遇到事情了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到后面解决的部分 先不要爆雷 可是我觉得你这歌单有点小爆雷 但是其实它是历史事件 感觉最后是happy ending啊 没有讲是谁回来 所以是有人没回来有人回来吗 没有不好说不好说 但他要去看局 然后你还有把它分门别 所以有的歌是听起来比较希望的 有的是温暖的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刚刚说 有些歌可能是比较有危机感的 对对对 它就是有大概五种这样子 嗯 哦 那你这边有提到说 你这个安排的这个方式 也有一点像三幕剧 嗯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每个人都知道三幕剧是什么这样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启程转合啊 第一 第一幕就是在铺陈所有角色 建立角色 然后跟这个世界的埋伏逼啊 然后第二幕就是整个大事件的发生 然后第三幕就是这件事件过完之后的结束 其实就是启程转 只是在就是 好想要聊剧情 一句 一句来说就会这样 没有大事件就是每一道事件 就是那个游戏 所以大家就可以按照这样子的 呃一个脉络去听这张呃原声带这样子 嗯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有趣是 其实做那个配乐啊 其实会有所谓的主题动机 就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卡通 卡通其实常常比如说某一个角色出来 他就会有专属他的音乐这样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 配乐有这件事情非常的有趣 嗯 那我不知道这一次的这个剧 有没有说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有有有有有有 所以主要这整齐剧有一个 大的主题旋律是第一首 嗯 然后他同时也是整齐剧 所有的片头曲 嗯 所以我就是把它放在开头 有一个opening的感觉 然后让大家知道这旋律是嗯 他们主要的旋律 嗯 因为这首歌主要是人生场 嗯嗯 是想要象征说这个青年合作社里面就很多的人 这样子 没有 其实是主角的心声 嗯 就那个人生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比较是呐喊跟他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 就剧情中他没有讲话 但是我就用音乐帮他唱 就说啊 怎么会这样 而且他每一集的那个开头 是不是都用不一样的乐器去 对对对对 用这个旋律 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啊 嗯 因为这一次 这一次的片头 团队其实是那个 怡农的 新的公司团队 嗯 然后 我那时候在跟怡农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因为每一集的动画 都完全不一样 都是配合剧情来做的 嗯 然后我就说 那我希望就是 片头音乐还是有个记忆点 所以我们用同一个旋律来做 但是我每一集都用不同的编曲 就是符合那一集的内容的编曲 哦 来做 然后其实都有一点点暗示 像 比如说第五集好了 第五集是用第四电吉他 是不是琴铁也是某一集的片 琴铁是第三集的 的片头 对 哦 所以然后像第四集 是不是就是 敲头镜头做的事 就是人声啊 呃 第四集是纯人声版的 但我在原声带收的是第 第八集的有 有电弦乐进去 那旋律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但我有转调 然后有 有些 像第六集是小调 就我有把它转成小调 嗯 哎 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都要换的 感觉是所以第六集是 哦 是有配合 比较负面的剧情 就是第六集比较可怜 嗯 所以换成小调 对对对 所以那个配乐它其实会按照那个剧情去做更改 所以不是不是说那个原声带里面的音乐就会都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才会有一百五十几首就是因为可能比如说前面用了这一段然后后面我可能让这个这一段音乐再出出来一次 但我需要配合那个剧情的不管是长度或节奏或是动一些音让它去符合 那对你来说这是第一次做剧的的那个会不会那你觉得最困难的点是什么 最困难的是时间管理 对时间管理 因为我看你上面里面还说什么 还要构思说我这边非应非奥的这样好不好啊什么之类很多 很多要注意的事情的感觉 对 其实做配乐很 做剧集真的很复杂 因为我很早进组嘛 我从剧本阶段就进来 然后在他们在拍的时候我同时有在写 因为有几首是需要现场需要放 所以我就有先写一写 然后顺便跟导演对痛 就是有没有对到这个氛围这样 后面剪接出来我收到定检 就是完整的剪接之后 我通常会先顺着看一遍 然后写那个Q表 就是要打收几分几秒 进阅进 然后我就要先写完 比如说全部就我自己大概想写完之后 我才会打开我辨区软体 开始定节派 就我们英文叫tempo mapping 就是我需要去定每一个Q下的tempo要多少 然后因为那个专案档 你知道你如果一个档案有20几首的时候 其实那个tempo你一定要先顶不然会很复杂 就这里60下面80 然后如果哪里尖快 比如说哪里动 然后前面一动后面就会乱掉 就是那个专案档机真的复杂 对 然后定完速度之后我才开始编曲 然后写完之后就要先给导演听嘛 就做demo给导演听 然后导演听完如果OK的话 我这次有找两个orchestrator 就是帮我 配器 帮我做配器编写的 就帮我再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精修 把它细修到可以 因为我有录音 就有鲜月有录音 所以要细修到录音都没问题的程度这样 然后或者是我中间有一些乐手 像人声 电吉他木吉他 手风琴 还有一些灵性的小号什么 就是有发出去录音 就通常你自己管 在录 对对所以我很像PM 就是我写完demo导演OK之后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要发给佩契师 然后我就要开始发录音 然后有些人录音要比较早发 因为比如说电吉他 我前面我比较有余裕的时候 就我会自己先弹 就我没有弹那么好 但我可以自己先弹个大概 对我可以先弹 但到后面来不及的时候 我在写的同时就会先把 需要先发录音的先发出去 他就先先录下去 对所以我就要把那个日期写的很精确 我哪一天 说我给他五天录音 那他哪一天一定要给我档案 但我同时要对很多人 所以我每天都要 每天睡前就要打开来看 谁有没有教 谁没教 谁有教 因为所有人的对口都是我 就是可能要讨论音乐上的内容 同时要讨论时间上 然后同时要讨论预算 就都只有我 所以我每天就是我都要创作完之后 我就有个时间来看所有行政的事情 然后联系这样 但我就要切得开 可是一般的配乐师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应该是哦 也都是哦 除非是这种真的很大咖的老师 然后他的主力是可以去动他的档案 我不知道耶 但我目前遇到的应该都是 大部分都是 因为你这样一讲的时候 如果有人想要学配乐 这样会不会幻灭 当然我觉得因为是比较大的案子 然后我也觉得 如果我今天一个人自己做完 我应该蛮有可能会开天窗 就我到后面真的很赶的时候 就是我是真心觉得 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通事 就我可能发出去 大家可以很多人通事 并行做事情 但一个人你要全部做 你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或是你没有办法录 录那么多东西 MIDI做完 就是电脑音源直接做完 我好奇你有做过专辑 编曲有 但没有直接 真的差很多 工作量真的差很多 但有的专辑 我知道赶起来也是 赶报奖的时候也是很赶 因为配乐这么难 是不是因为你很多 都还是交响乐的 因为好多声部 其实我也没有写到那么多 我的弦乐也 就至少有弦乐就是 但我弦乐其实只有录二二二一 就是总共小题 第一部两把 第二部两把 中题两把 大题一把 然后有的时候有跌轨 我也没有真的录到很大 但有些就是 但很复杂 是不是有 有真人拉的就会这么麻烦 就是需要考虑到 谱的问题 就会比较麻烦 如果全部都电脑做是 简单很多 但我觉得声音就会差很多 就除非它是 合成器 不然我就会觉得 可以录就 有资源录就尽量 然后我想要继续回到这个 因为我这边 我记得你这个图吗 它是有每一个角色 有不同的乐器 能有做一些标注 我觉得好特别 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也许从男主角开始 你这边男主角给它设定 它是大提琴 还有人声乐器 为什么会 比如说 因为我如果要做一个爸爸的 主题旋律 我会挑什么乐器 那一定是从比较低音的乐器选 所以对你来说 这个问题它可能是比较稳重吗 还是怎么样子的个性 就是不同的角色的个性 会那个选乐器也会有影响 其实就是男主角文青挑大提琴 主要是大提琴 其实也有很广泛的运用 它可以播显 可以稍微比较有趣 因为其实主角 男主角是非常活泼的 所以它有一些很活泼的 我觉得它好天真哦 很浪漫 很天真浪漫的部分 然后大爱琴 也可以做很浪漫的部分 就是它的 我很喜欢大爱琴的高把位 然后第一集的部分 像在遇到危机跟在监狱的部分 它已经有些低音就可以去 做它心里的 害怕 蛮多的运用 我的考量好像不是稳重那一块 好像比较是在弦乐上 它的声音可以有比较多的 高到低的运用 这样广泛 然后人声的部分比较是 想要帮它喊出它 没有讲的话 就是我们 人生在听到桥头 今天要做的是这首句子吗 对 但我其实没有做到 完全的每一个角色出来 就是那个乐器 我没有到非常非常完全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那样太白了 就是 就会很像 就是啊你一听着就知道谁来 但我有点不想要做到那个程度 所以其实像 比如说 男主角对到女主角的时候 就不是大爱琴 也不是人生 就是另外一个 他们爱琴的旋律 然后有合成器有钢琴 然后可能有一点尼龙吉他 进来 所以每一个人可能会有自己 可能常出现的乐器 然后跟不同的人 比如说 他跟女主角的时候是一个乐器 跟在家人相处的时候 也会有另外的乐器吗 我看这边是说 尼龙吉他跟钢琴啊之类的 对对对 就或是不同的氛围 会有不一样的乐器搭配 然后我这边看说 就是剑尾跟那个忍红的时候 这边会用比较多的树底 好特别 为什么 那时候是因为这里面 剑尾是很会读书的 里面最会读书的人 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书香气质 所以那时候就有点想要用 木管二重奏 对所以就做了这个选择 然后因为树底其实 在这数据里面也很广泛的运用 对对对 可是我其实觉得古典乐器都 听起来很聪明 对对 有一种聪明感 然后因为树底很好搭其他东西 所以其他像那个忍红 我也有下一些些树 但树底跟合成器一起这样 他也是他也是树底跟合成器 但他比较 我觉得忍红部分我下的比较是氛围感 不是这个人 就比较是他跟老婆之间 就树底其实有一个温暖的感觉 所以一样都是树底 他在演奏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就洗洗血的内容不太一样 健尾是比较听起来比较聪明的树底 对稍微 但但健尾还有一段是 第九首求婚那一首 就是比较 有点幽默好笑 为什么是幽默 所以我其实觉得第九首那首歌听起来有点不太和谐 就是故意的 因为那一段其实就是他很突兀的突然求婚 这样会被爆雷 就是他很突兀的突然跟女主角求婚 就应该不能说幽默 应该就是有点觉得 怎么会这样 我是有觉得那个地方有一点点 有一点紧张的感觉 有点规矩的感觉 因为他是这张专辑里面唯一一首逗曲 被你归在紫色的一首 对对对对 就比较偏向想要做一点黑色 应该像黑色幽默啦 有点像类似这种感觉 我那时候犹豫很久 有没有要收这一首 然后后来就觉得 可是这首蛮特别的 所以就还就把它收进来 我觉得可能要聊一下那个阿德 我觉得阿德是他配器最明确的 就因为电吉他的部分 我觉得我就很明确听到电吉他 可能就觉得阿德来了这样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在剧的前大半段 阿德的确都跟他的好朋友们 就在做的事情是相反 对他其实不是跟他们在 就他一个料飞啊 对对对 然后在看剧本的时候 因为阿德的个性很鲜明 就是他很冲 但他其实也有很温暖的一面 就是就前面那一块啊 然后都穿着比较帅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电吉他很适合 开破音就很容易 对阿 他是唯一一个有插电的乐器 对对对 我就觉得好好 然后电吉他的用法其实也很多 就是除了刚刚说开破音之外 他其实也可以做很pad的效果 就是一大片的那一种 就弹了之后再把音量转大再转小 就是电吉他上可以做效果 然后他单纯开reverb的时候 也可以有很像木吉他的效果 那你听得出来还是电吉他 蛮明确 尤其到后面游行场的部分 如果现在可以爆雷的话 游行场第十一十二的部分 其实是有弦乐但也有电吉他 因为那时候就想要暗示这场游行是跟阿德有关 就阿德是就是他们那一群那个黑帮 有点像是在兴风作浪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就让电吉他很帅的人在那边飙上去 就让弦乐跟电吉他是同时出现 他其实代表的是他们不同的人 就弦乐可能是整个游行的人群 电吉他是他们那一块他跟他的小弟 然后我们想要分享一下电吉他是第十首开始 对对对 第十首是给给阿德的电吉他播音 然后这次的电吉他首是 I'm In Us跟 杨永春吗 对杨永春 I'm In Us跟Triple Deer的 的吉他首 还有梦湖巧克力 还有三个团 他怎么嘎这么多 对一个人有三个团 然后他也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 对所以那他也有蛮多配乐的经验 我就跟他说你就是代表阿德 阿德一生起永春就弹琴 我就跟他讲 对所以就弹 阿德只要有那种比较愤怒的情绪出来 他就要弹 然后但他跟阿嬷也有很温馨的部分 是第十四首 十四就是很像晚上的那种水边 那种电吉他 就跟第十二首那种有破音的那种 就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对对对对 电吉他可以做的是很多 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可以分享是 因为这处剧我们比较想用现在的角度 去看那时候发生的事情 因为电吉他其实不是那时候的主要使用乐器 对对比较是现在 所以是我们现在去看阿德这个角色 嗯里面最跟那个时间有有像就第六首 是很像那个时代的音乐 对还有第四首 因为音乐是一种情绪嘛 所以你是有按照 比如说主角是什么个性 然后配什么样的乐器跟音乐的 嗯 刚刚是在聊 我们在聊这个部分 嗯 然后最后我们是不是想要跟 呃跟大家介绍 有没有人在这次创作当中 有没有拿几首歌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制作上面 特别啊有趣或是困难的地方这样 好 帮我们推荐几首这样 嗯 刚刚有提 已经有提到第一首 乔头青年合作 对对对 这个是内心话的部分吗 男主 对内心 对内心呐喊的部分 嗯 然后第二首吧 嗯 第二首是一个舞曲 对对对 第二首其实是男女主角 嗯 嗯 对 然后那时 这首其实非常早就写了 是在拍之前 我那时候看着 就是那个景的照片写 他们在那个九曲桥 嗯 对对对 跳舞的 那个湖的景的照片 最一开始就写 就是以弦乐为主 但是旋律放在古典吉他上 嗯 可是你那时候是看着那个画面 你要怎么想说 诶 他们要让他们跳什么舞 我其实那时候不知道 他们会怎么样呈现 嗯 因为我听起来好像是个华尔子 是不是 对对对对 有点像 嗯 所以那时候就打算 因为跳舞就有很多种舞曲的做法 嗯 其实在专辑中还有另外一首跳舞的是第四首 第四首其实那时候很明确的就是要做台语老歌类型的跳舞 因为这一段比较像是他们在剧中是有实际播放这个音乐 然后听着音乐跳的 第四首是那个阿德跟淑文的跳舞 对对对阿德跟淑文跳舞 但是其实第二首的跳舞比较是应该这样讲 在剧中他们没有播出这个音乐 嗯 因为音乐是配乐 嗯 所以意思不太一样 就我自己有划分一个是年代的歌 一个是从现在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歌 嗯 但所以其实第二首它是比较华尔子的牌子 但是旋律上我还是走稍微比较台语歌一点点 嗯 其实整出剧中在里面播音乐 就是以配乐的术语来说会叫source music 就是你在画面中看得到有播音乐的 有这个来源的一个部分 除了第四首之外再来就是六跟十九 就是洗头垫的音乐 那个洗头垫是第六首 第六首跟第十九首 这首歌感觉很重要哦 这首歌也是非常早就决定 就是看剧本的时候 那时候看到有 一开始看剧本会考量的 最开始会跟导演讨论就是有哪些场景 嗯 然后这首歌有几个场景嘛 就是一个是桥头青年合作社 一个是比如说餐厅 餐厅是有可能会放音乐 水电行 嗯 杂志社 杂志社 然后洗头垫 嗯 然后后来考虑之后就决定 餐厅可能就不会上 因为餐厅可能有很多那种谈判的局 嗯 你如果一直放那环境音乐 我音乐会一直很复杂 就是一下要放店内音乐 一下会变成配乐 对 然后水电行也没有放 因为其实剧情没有那么多 嗯 然后 嗯 杂志社也是下配乐为主 然后再来就是洗头垫 嗯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洗头垫应该要播 就通常应该要有音乐才是合理的 房客人服务的时候 嗯 现在洗头垫在播抖音 刚好生气哦 哈哈哈哈 对啊 然后那时候就来就在想说 洗头垫不太可能播没有唱歌的音乐 因为很乖 嗯 就如果以那个年代他播个广播 或是卡带好了 嗯 他一定是有人唱歌 那要唱什么语言 那时候就想很久 要唱华语吗 但好像很乖 因为是台语剧 嗯 但如果唱台语歌 但他们在讲台语就会很打架 嗯 所以就觉得 哦好像日文歌是 是最最合适的 因为 嗯 那个洗头垫的老板娘 他可能 他也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 那他喜欢日文歌就是一件合力的事情 嗯 然后因为其实 嗯 美丽岛事件的那个年代 并没有那么的久远 所以我们在设定日文歌的时候 并不是做日本演歌 是做比较后来那个时期 叫做日本歌要曲 嗯 嗯 就是已经有一些西洋的元素进来的 嗯 的日本歌 但还是有一些日本演歌的唱法在里面 在里面这样 然后一开始我本来自己尝试自己写 然后 但因为我不会日文 嗯 其实还是蛮困难 然后我试完之后 哦我找我的阿公唱 我的90岁的阿公唱 嗯 嗯 然后我一开始就被 被他打枪 他就说 不像 因为他他就是长期美 就是他每天都在唱日本歌 我觉得他也常常会在表演这样 对 然后后来我就决定找外 找找外人 就找了我在日本的朋友 然后直接跟他讨论 然后他帮我洗 然后那时候一方面 我已经开始忙后面 其实已经没有心力 嗯 在那边做那首歌 对因为这首歌也做了超过半年 还有一个是 像比如说吉他好了 那时候我朋友帮我录古典 录尼龙吉他 然后以前他们都会录两把 就是一个摊 和线一个摊 那个旋律这样 嗯 就我们有去研究了一些 一些细节 然后朋友在帮我写这样 那最后阿公是有觉得很OK吗 有啊 我看到他是不是还帮你到处宣传说 他这个剧 我看Facebook在有放 对因为他自己有 他有一个歌谣协会 哦 然后就是跟他的好朋友们一起唱 就是日本歌谣曲 然后他们固定 是专家耶 固定都会表演 对 其实他已经90岁了 然后他还是 我觉得他还是蛮中气十足的 嗯 嗯 然后都会用毛笔字写歌词啊 然后他也会 他会看简谱 对啊 所以我是做 我是写简谱给他 然后他平常都是要看那个 卡拉代 嗯 来练 所以我还特地做了 卡拉OK版的影片档 给他练习这样 蛮蛮有趣的 然后这首歌也做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第六首 一个是第十九首 十九首 孤单版 对就是帮我写的那个朋友 嗯 他听语 他自己唱的是第十九首 嗯 那其实 其实是同一首歌的上半首跟下半首啦 那时候写的时候是一起写的 嗯 那第六首的部分 因为是我阿公唱 嗯 那其实歌词的内容讲的是 很孤单的少女 他从乡下到大城市 工作打拼 心里很很酸 嗯 的那个那个故事 跟剧情中其实有点呼应到那个 阿纯吗 阿纯跟阿淑 这对姐妹的 的遭遇 那第六首 比较是第三人称视角 就是我阿公去阐述 这个少女的故事 他是等于是说书人的感觉 对对对 但到第十九首 就是女生满唱 比较是第一人称 嗯 是我我自己的孤单 嗯 所以你朋友就是 大概是阿纯的这样子 没有但但是第十九首 其实是给给书文的 就像 书文 这样会爆到你的泪 不会不会 关系 第八集 我其实很喜欢先知道结局再来看 第八集反正 秀文后来跟别人结婚 嗯 然后那一段放的就是完整的第十九首 总之后面有一场 拍了那个年代的婚礼 就是秀文 秀文的婚礼 他结婚但是主角不是 对对对 主角不是阿德 然后那一段播的是 书文念信 就是他写了一封信给阿德 嗯 然后他在念信 然后搭第十九首首歌 就很酸 就是很寂寞 他居然有一个主题词 就是 我就算是我给这些女性角色 嗯 怎么没有帮阿纯写一首 因为 哦 阿纯哦 因为他其实后面他就是爱情 爱情线啊 因为 因为配乐它可以是配纯音乐 可以是配歌曲 嗯 这一次主要是纯音乐比较 对对对 就没有这么多歌曲 为什么 就只要有人声进来 其实都会有点强 老实说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 对我来说 需要有一个合理化的使用 就是如果一直下 有唱歌的 我觉得跟这一出剧的 质地不太合啦 就我觉得一定要找到 可以放得进去的地方 我才会这样用 然后另一方面 当然是 以身为一个配乐家 其实要做歌曲 是蛮费时的 你要再另外打 就比如说我先这一次做了 其实就是乱做这两首 就已经花了蛮长的时间 如果我要做很多首 其实就变成 会是别的做法 像可能是制作单位 直接去弹歌曲进来使用 弹别多一点插曲进来使用 那就会是不同的做法 那这一次主要 我自己可以使用的 就是片尾曲的部分 就是淑妹姐的两首主题曲 然后 时期可以讲一下 就希望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呵呵呵呵呵 因为时期是被抓的那一段 就是文青被抓 然后我写的时候 前面就是当然都是比较爱上 因为其实被抓 他跟妈妈 就是他见到妈妈 但他没有办法 哦这是被抓 对他被抓 他想要跑回家 因为他看到他妈妈 然后他们两个就相 就是吵彼此狂奔 然后那段是放慢动作 然后他跟他妈妈就是 快要见到的时候就被抓 然后就被压在地上 然后他们两个有握到手 但是就被拔开 对对对 然后所以其实那一段是很 很哀伤的 所以我前面下的是很哀伤的音乐 但是我到后面把它转成大调 有一个我自己 是我个人的诠释 就是因为文青在前面都一直 在剧中在前面都一直说 如果他被抓他不会怕 他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前面觉得好痛哦 这件事情是重 就是他觉得这件事情是很 很坚定跟重要的 所以我才会把它转成大调 然后是 是第一首的旋律 这我握到什么那个时候 就是有一种 我不怕 就是我被抓 但是我有种未亦复死的 那种感觉 因为他对情绪转折 也有蛮多首歌 也有做这种事情 比如说雄碎的事 他也是通常在被酷刑的时候 才会放这个音乐 哦对对对对 也是有这种画面跟那个音乐 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 就是他现在这辈子 但是你放那雄碎的事 其实我觉得这张专辑里面 算是画面感很温柔的 很画面很漂亮的感觉 就我们不希望 还是希望可以做到有点 通常音乐好像都会跟文姿 就是相对 对比 就是比如说我内心可能是这样想的 可是讲出来不一样的时候 音乐就会 配乐就会有这样子的功用 很有趣 很有意思 加强 然后 对 可以讲一下那个 跟淑妹姐的歌的合作 Lime吗 对 因为有两首歌 然后这次在剧中 每一次接片尾曲的 我们有两首歌交错用 但是我每一次进片尾曲的方式 都不一样 就我都没有直接就让歌进进来 好 我们就来聊一下Lime这首歌好了 好 因为我记得在更久之前 就有一次跟导演开会 然后我们就在投论那个 什么片头曲片尾曲的事情 那时候还没有 就我们还没有拿到歌曲 然后 当然就 无意中说 哦好羡慕很多那种 国外的影集 每一集都 就很有钱 每一集都不同的那种 很有名的歌 然后国外的就会上那种英文 然后就是那种老歌 然后都有不同的意涵 就觉得很 很赞 然后后来我们 就是 我拿到音档之后就 我们有两首 然后我就觉得好 那我 我想试试看 让观众不要 每一次一听到歌就预期 要结束了 对 就我不喜欢那种 一听到歌就 哦 又是这首歌 又来那种感觉 就现在常常追剧会常常有这种感觉 对 所以我就想要每一次都给他下的不一样 然后 有些是我可能从 曲子的中段下 有些是我 把 因为 因为我有拿到那个分轨 所以有些是我只留了 人生 对 淑妹姐的人生 然后剩下我都重编 然后也有些是我先进了那首歌里面 本来的 本来的可能钢琴 然后 镜黑画面他再唱进来 嗯 对对对 所以这次做了蛮多的改篇 尤其是 第6跟第8 第8集 嗯 这次 呃 最后一首收的是第8集 嗯 但第6集也是整个都有重重做 嗯 这个跟原曲也不太一样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听起来比较摇滚 嗯 第1段啊 那时候老师 嗯 导演跟我说的是 他想要一种 听音乐记的感觉 哦 嗯 因为 因为这首歌我访过淑妹姐 那个 阿翔老师就说 他那时候 这首歌就是 感觉是妈妈 嗯 那很温柔的感觉 对对对对 他这首 用的比较摇滚 这样 你看我说了 对对对 因为 因为在 一句的结尾 其实是 嗯 他们 这几个 好朋友 他们在 农民教室 就是那个 农民教室 嗯 他们那个 据点 又 相见 然后在那里打 然后 然后 放了 结尾是放了慢动作 大家 跳起来 然后所以那边才有 就有一种 那个 就是那叫什么 听那个 听音乐记的感觉 对啊 所以有一种 他们还是很有希望的 愿意为了 这件事情要 一直往下走 嗯 其实是 想要有力量的往 往前进 嗯 对对对 所以 呃 那时候就觉得 鼓很重要 然后 讲到鼓 我觉得配乐是不是很少有鼓 哦 我前面我是故意的 我前面是故意没有下 几乎都没有鼓耶 对 我在想说配乐是不太能有鼓鼓 很干扰个台词 可以可以 其实可以 但 嗯 我其实有 有意的没有 没有下鼓 因为 有点想要这一次做比较 线条比较多 就是比较温柔 跟比较浪漫 所以 我就连游行场都没有下 因为我就觉得 现场那些 达人的声音已经 很多了 嗯 我如果下鼓就会变得很复杂 就那个节奏听起来会 变得更复杂 所以这个是最后面那种 要聚在一起 比较坚定的时候才下鼓 嗯 所以一直到最后才 才整个下 然后 我就把 混音的时候我们就把 把淑妹姐的声音推到 比较后面 因为我觉得比较想要有 乐团感 就是很像你在听音乐器的时候 常常人生不会是最大的 对 人生就只是某一个乐器 对对对 整个乐团的分布之间的 哪一个平衡 他就人生 因为主流的唱片就是人生最大声 嗯 但乐团通常都会退比较后面 对对对 所以就有故意做了 把人生往后退的感觉 嗯 然后一直到进黑画面才是 原本的歌这样 嗯 对 对对 了解了解 对 然后第六集的部分是 做了一个 有点像他在狱中有点幻想 然后那时候后面 就占了很多支持他的家人跟 跟朋友 没有一个人当料陪他那边吗 对对对 哦 了解 对 然后也是那一段唱出来 淑妹姐的声音 比较像他心中的那个 很想家的 那个是只有人生 我弦乐有重路 嗯 但我弦乐下的是泛音 就我下了很多的泛音 然后加上 淑妹姐的声音这样 嗯 就想说 每一次听到片尾曲都可以有 不同的意义啊 嗯 就是主题曲 我觉得 我觉得主题曲要根据 有紧密的结合 就是可以有多一点的应用 让他的意义有 很多个面向 嗯 嗯 我们今天重点很多 第一个就是 我们今天有聊到说 哎 配乐的那一种思维啊 嗯 就是因为有时候流行歌 它是有语言可以辅助 但是我们就是靠纯音乐来讲话 这样子 就还会有音色上啊 还使用乐器上啊 对 使用 为什么要挑这个乐器 它有它的构式 对 对 是挑这个乐器 然后用这个方式 因为其实每个乐器的用法也都 嗯 就是其实选择很多 就是 我就是配乐困难但好玩的地方 就你的选择非常多 所以 没有一个症结 就是你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 诠释想要表达的这样 嗯 嗯 然后还有不同的角色的个性 会用不一样的主题旋律嘛 对不对 嗯 然后包括主题曲要怎么样的应用 嗯嗯 其实蛮多内容的 对 我也是很开心有 就是有办法有更多的 就让大家认识 嗯 配乐的机会 我觉得好难哦 听起来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工作 但也是蛮好玩的 嗯 嗯 好 今天就非常谢谢佩佩来到我们节目 跟我们聊很多跟于配乐有关系的事情 这样 嗯 谢谢RP 谢谢RP的邀请 再跟我们说一下要在哪里可以找到 关注你啊 然后关注这个剧的这样的讯息 这样 好 那嗯 欢迎大家可以到公视家跟Netflix看 盐水大饭店 然后应该八集都已经上线 嗯 那也欢迎可以追踪盐水大饭店 跟我自己的脸书跟IG 就可以搜寻 佩佩 呃 P I C H I N L E E 应该可以找得到我 嗯嗯嗯嗯嗯嗯 除了这个剧以外 我看这边还有一个那个 哦 卡带 对 这看起来很精致 对因为我这次的实体专辑是出 卡带 对因为特别想说那个年代 嗯 嗯嗯嗯对对对所以就除了呃限量的 卡带 还好的 好 又又还有还有可以到我的社群上 然后我有网路上可以买得到 我有上在那个Fantamate的 就是音乐电商上面 然后也有一些唱片行可以买得到 大家可以在我的社群上看到资料 就follow你的那个 IG跟Fastbook上面会写 对对对对 今天很谢谢 再次谢谢佩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 跟我们聊这个 盐水大饭店这个剧的配乐的工作 这样好谢谢 谢谢